高雄市政府積極推動淨林轉型 市長陳其邁表示 為了確保市府機關首長具備必要專業知識 於市政會議及淨林學院 邀請淨林領域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培訓課程不僅包含課堂學習 也需通過考試 確保相關人員具備相關證照 事實上從半年前開始 我們的市政會議每天 每一次我們都會邀請民會 對淨林相關領域的專家 來幫我們上課 上課完要考試 我們現在的淨林學院 也跟看錢教育所合作 我們的首長都要去拿到證照回來 所以第一批已經受訓會來參加考試 未來我們也希望說 相關領域的組長科長以上 都要拿到證照 回到高雄市政府 因為我們發現說 在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機關 在推動淨林轉型的 最欠缺的還是人產 假如說沒有不知道國際的趨勢 或者是COP28開會的結論 以後在政策推動 甚至跟產業如何協助他們減碳 或者是相關的推動淨林轉型的過程裡面 你自己就不知道你是怎麼跟人討論 人家說什麼你也聽不懂 所以高雄市政府是在做這件事情 陳其邁指出推動淨林轉型最關鍵的是人才 地方政府需要了解國際趨勢 能在政策制定和與產業協助的過程中 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 以確保在推動淨林轉型的過程中 相關人員都能夠理解並參與對話 推動永續發展 要非常感謝我們產權交易所 在中央的支持 以及我們中山大學的協助 大家要共同在這個領域上 能夠進一步的落實產學合作 以前大家講進行都是道德動機 從巴黎協定到公約到現在 逐步的轉向為市場驅動 所以為什麼探權交易所成立的原因 是在這裡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高雄市一年碳排 5737萬噸一年 這個量是有多少的 台北是1085萬噸 這個是在去年 我們在從基準年到現在 減碳1379萬噸 我們這樣減碳已經超過台北 是一年這個碳排 陳其邁感謝探權交易所 與中央的支持 還有中山大學的協助 共同在近年領域 攜手合作 基於部落實產學合作 記者李正道 高雄報導 高雄 建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